所以一样到我们论坛里面 那今天的话呢 已经上到了第11次了 所以基本上前面的东西已经列一个清单了 那也就是如果你回去 假如说还有一些细节没有办法马上吸收 马上听懂或者马上做出来的话 那我强烈建议你就回去再把你那不懂的部分 重新再重新再重新 直到你听懂为止 而且说真的 你也许第一次听跟第二次听又感觉不一样 那你在做过之后 你在听有时候又有不一样的心得出来 那当然慢慢慢慢建议就是说 你要慢慢慢慢的把你这部分的能力再加深 因为未来你要能够真的用派上用场的话 一定要够熟练 像这种东西 一定要能够直接就是你电脑一打开就有环境 有环境马上可以打城市 打城市马上就有东西出来 你这样用起来才会流畅 不然我发现很多同学 回到家之后 也许那个Python的环境又不见了 然后又每次都从第一节课开始 就是把环境又要再装一次 那刚刚很浪费时间 所以尽量看有没有办法 快速的有点像 你就是类似像用Excel 很快的可以把你要的东西产出的话 那相对的你用起来也会更马上有一个结果出来 那所以熟悉度非常重要 OK 那再来的话呢 还有这东西真的 你如果不用的话 很快它又会归零了 所以这种东西你要去思考 真的要能够真的跟你 之前学的东西能够做个转变 也许以前你习惯用Excel 或者你习惯用R 你看看有没有把你以前的经验 可以把它转备一下 如果以前做过的东西 也能够在Python把它再做一遍 程式也可以写出来 那表示说你将来 要来用它就比较没有问题 再来去思考说 你如果要自动产生的话 有没有一个流程 一个逻辑 然后最后也可以把程式写出来 OK 如果如果刚开始你功力还不够的话 还是要先把这些前面讲过的东西 要非常的熟练 尤其是你会发现 不论你写任何程式 都一定会有回圈逻辑判断 还有会用资料形态 最重要就是串列 或者是字典 那这些东西的话 如果你熟练很快的 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然后并且再去产生你要的一个报表 或者你要一个图表的话 特别就是图表今天要讲的 其实你要喂给它的资料 也一定要是串列 它又才有办法帮你把资料 比如X轴Y轴 那X轴里面的资料 跟Y轴里面的资料 其实你要必须用 那个串列的方式喂给它 然后再来告诉它什么 告诉它说 你这个图要怎么跑 最基本的就是折线图 还有呢 长条图跟圆柄图 这个是最基本的 对不对 当然如果你要做其他图的话 它其实都有 网络上其实你也是都可以查得到 其他的相关设定 我们陆陆续再来看 所以今天的话大概把一些 这个前面的重点稍微回复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 那个就是云端白板里面 也许直接就看视觉画部分 图表绘制的部分 那我们会用到一个叫 Mate Pilot Lab 这个这个module 这个module的话呢 当然也许预设如果没有装的话 一样你要把它装进来 否则的话你就没办法来 拿这个来帮你画图 那我们要怎么样 拿它来画图 首先的话 我前面会有一些基本绘图的说明 那说明完之后的话 后面会延伸到那个 就是T2C Plus有一张 那个就是那个网路 网页截取的那个 与资料分析那部分 对第四类 其实它第四类就考你了吗 考你会不会画那个画图 画这个图表部分 如果你这个会的话 那基本上第四类 基本上就很简单了 只是说跟各位讲一下 那个我刚刚讲这个 T2C Plus这一张 其实它的困难度 基本上一定会比 前几张来得更困难 因为它用到 比如说像网路爬虫 像画那个图表 那可是还好 我是觉得这一张有个困难点 就是说它内容比较难 但是它比较简单的部分是 它不是要你把程式从头大尾打完 而是说呢 它会给你百分之 我觉得好像大概百分之八十的程式 然后百分之二十的程式 是你填空题就好了 而且那个填空题 还相当明显 非常没有说很复杂的填空题 所以其实这一张我自己去考 我发现好像似乎难度 甚至比前面的还简单 因为前面的是你从头到尾 从无到有都要把它打出来 但是这一张证照是填空题 OK 就是说它提供给你大概百分之八十的程式码 百分之二十你填上去就好了 比如说就是beautiful soup 你可能那个字要背吧 就是from那个bs4 inputs后面加一个beautiful soup 那你beautiful你要能够把字拼出来 OK 大概就考这样 比如说后面就空一个 那个你要填 然后再什么又少一个 你就填一个keyword OK 就是把关键的东西填上去 那就可以产生你要的结果 不过我是觉得 这个这样的考试 反而有个缺点 就是它变成它程式是一个标准答案 可能那个标准答案 不是你习惯的写法 但变成说你还是要得要把它记起来 因为它就是一个标准答案 这个导致我觉得可能不是那么理想 因为我们一般写程式 有一般还是有我们习惯的写法 不过如果针对考试 还好只百二十 我是觉得那时候考试 我觉得考起来也没有说很困难 甚至我感觉还比那个从头到尾 就前一章的来的简单很多 OK 而且蛮快的填控题 所以这缺点就变成说 大家都在被填控题的东西 其他都不看了 当然就会有这种问题发生 不过也我觉得导也很好拿 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同学 也许考完前一章也许再想想看 那再来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建立一个图表部分 首先第一个 我是把它放在第十二个单元 直接跳到第十二个单元 那里面的话第一个 我们要先去画一个图 比如说我今天要画一个最简单的图 在那个python里面要画图 非常非常简单 你只需要告诉他说你X手跟Y手的什么呢 List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有一个List 是List X List Y 然后最后的话呢 你就把这个input的这个 这个 这个 MathPyLab 这个把它怎么样 里面它有一个叫Py 这个 这个东西 把它怎么样 把它 用个别名Plt 然后利用它里面的这个方法 把你的X跟Y放进来 所以有一个秀就可以把这个图画出来的 所以基本上在那个这个module里面 其实要画图非常简单 尤其是画折线图 当然如果你要画其他图 你可能要在那个画图这地方 可能要改一下 你要画的图形 你可能在这个哪一种类型稍微改变一下 就可以变 另外的话 如果说你想要知道更多 这边有个超连结 这个连结 连结到那个MathPyLab 这个 这个里面的 这个里面当然有相关说明 比如说你想知道说 它能够画到哪些图 或者是传更多更多的参数 这边都有一些相关说明 比如说你想要画的图 Example这边都有 所以你结局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 不过基本上 我们一般工作在用的 其实有时候 不见得会画那么复杂 那当然如果你要 当然这个复杂图也是从什么 简单图慢慢把它合并 比如说我要画多个 多个怎么 就是等于四个都是折线图 把这四个折线图 把它放在一起 我就可以产生我要的 这个合并的图 所以我们接下来一个一个来看 第一个的话请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我今天要画这个 第一个简单图好了 那首先当然我需要怎么样 我需要把这个 确定一下有没有这个 MathPrizeLab这一个 这个 这个套件一样 我们就是到我们的哪个 我们到那个 我们这边装一下好了 也许我记得我这个环境 如果没有特别装应该是没有 所以我到这边我的Python 3732里面 打一个CMD Enter一下 然后我要装哪一个呢 好一样 因为我这边环境有了 所以我就用那个用Python-m 然后后面的话就加一个Pipe Install 后面的话就是跟他讲说我要装这个东西 我把它Ctrl C好了 然后把它直接贴上 OK Enter一下把它装起来 因为如果你没有装的话 他一定会找不到这个module 那当然没办法弄 所以第一个先把这个东西装起来 装完之后的话 待会我们再来看 怎么样把底下的图快速画出来 其实在Python画图 还真的没有很复杂 不过你要知道慢慢慢慢夹上去 有些可能是必要的 像资料你一定要给 X跟Y轴的资料你如果没有给 怎么办法你画 所以那给的话 你一定要给成串列 OK 你不能给其他的形态 如果你给他其他形态 他不吃 不吃就没办法画 OK 所以一定要是把它改成一个串列 那未来你想想说 那如果老师我的档案是从CSV 或Excel里面进来的话 那比如说我们前面做了蛮多CSV 一样嘛 你就把它读进来之后 丢到串列里面 比如说哪一栏是X哪一栏是Y 你就是把X跟Y的资料丢到一个list里面 再为给这个 这个MatePilot 去帮你把它画出来 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 OK 那待会的话我们按部就班 H这个画图 从那个画简单的图 再画更改它的样式 再来就画两个图 OK 然后呢变更它的样式 并且加上图里 并更它的X跟Y轴的这个范围 OK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加上我们的 什么呢 Title 就是我们的标题 标题部分的话 包含就是说上面的标题 跟这两个标题 这个应该就是X轴跟Y轴的标题 另外一点 这个套件 基本上呢 它会有中文不相容的问题 所以 待会你们试试看 我不知道新的版本 它有没有变更就是那个中文相容性 因为如果你把中文的资料放进去 它会变乱嘛 那怎么办 你必须要修正它 那修正的方法待会我们一讲 然后做完之后的话改成长条图 然后呢改成派图 圆柄图 有没有 OK 然后呢 再来就是进入到那个证照考试题 OK 证照考试题里面考什么 其实就是 其实很简单 画两个折线图就这样而已 OK 程式就这样 第一 401 402折线图 加一个什么 图例 然后放上标题 诶 这样而已 没什么 OK 外部要读取一个CSV 那再来的话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长条图加圆柄图 就是这个派 这个坝跟那个派 那并且要把它放在一起 二合为一就对了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一张图里面 摆好几张纸图的话 而且纸图你还可以摆很多个 不是只有两个 你看你要几篮几列 它可以放很多个图 比如说日报表 周报表 月报表 季报表 年报表 OK 那更多年报表 反正你如果说你要各种的报表 要放在同一个图里面的话 诶 它主要是考你这个 OK 然后再来的话呢 底下还有什么 长条 这个是做长条图 不过就是要读进来 而且要放在哪里呢 放在一个那个 这个Pandas OK 这个Pandas的话 必须 所以Pandas这个可能 我们目前还没有特别讲到 但是它其实基本上 跟Excel是完全相容的 它有一个叫做Data Frame Data Frame有点像Excel里面的资料 有栏有列 反正就是把资料位给 那个图表 不过你还是要取出需要取出的东西 最后把它输出 最后还有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用那个脂肪图 跟那个散布图 这个散布图跟脂肪图 里面会有一个叫做Nampa 因为用Nampa 帮我产生一大堆的乱数 这个乱数的话 我给它一个范围 它帮我乱数 产生之后的话 再帮我把图表画出来 大概会有这四题 所以我们待会的话 就逐一来做说明 所以请各位第一个 先把那个 Mate private lab 这个把它给安装起来 装好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来画图了 OK 好来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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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